苗栗南庄国中4月底举办了捐款活动 但却传出由中国赞助商捐大喇喇的高举布条 在上面写下有情怀的喜酒走进宝岛台湾 甚至要师生们合照 而且捐赠支票看板上 这中华民国纪念还被遮了起来 引发家长强烈不满 也质疑学校怎么可以让酒商进到校园里头来宣传呢 甚至还涉及到两岸政治的敏感字眼 南庄国中师生开心地和中国赞助厂商在校门口合影 只是把布条拉近仔细看 红色布条上陡达的字样 有情怀的喜酒走进宝岛台湾 另外捐赠支票看板中华民国纪元还被刻意遮掉 这让部分家长看了很火大 质疑学校怎么能让酒商入校宣传 还涉及了两岸政治敏感字眼 我是觉得这可能有点过度解读吧 这应该看起来就是很单纯的一个捐赠仪式 我觉得重点是这些资金有没有确实帮助到这些小朋友 家长看法不同 同校方解释原本捐赠的单位 因为庙方近来有工程 无法继续补助 正巧来自中国的厂商到寺庙参拜后知道 表达赞助营养午餐的意愿 趁着到台湾参展时顺道经过学校 当时厂商拿出布条要求合影 没想到会惹出风波 语法上面并没有不妥 但是坦白讲在现在的时空环境下 的确有不恰当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也决定将所有的这个对方捐赠的款项 直接汇回当初转入的户头 校方决定退回捐款 至于在捐赠支票刊版被遮掉中华民国纪元 校方说基于彼此尊重才改成西元 至于合影照片中出现的教育局都学江振荣则说 当时是去参加学校爱地球活动 上完厕所出来就被要求合影 过程中他只站在一旁 并不清楚布条上写什么 九张新杰苗里报道